大家中午好 感谢大家收看高麦每日财经快讯 高麦次一站是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5月17号 星期一 我是Jacky 那么周末呢 拜以冲突继续愈演愈烈 国际社会呢 对此也有很多的评论 大部分的国家都希望双方能够做起来和谈 那么黄金价格呢 也是在此消息突破1850美金 未来呢 继续打开了上涨通道 那么下一个 在黄金价格上的目标价格呢 应该是在1860美金以上 如果是突破了1860 那么下一个关口 可能就是要接近1900美金 整数关口 随着黄金价格的上涨 黄金股票 澳洲的黄金股票也是纷纷上涨 那么在周五和周一的时间呢 黄金股票上涨幅度 普遍超过了接近10% 那么拜以冲突呢 是历史问题导致的 也是宗教信仰的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事件 短期内可能 不会消减 甚至会愈演愈烈 那么大家刷抖音啊 或者是看网站的时候呢 最近大部分的视频呢 都是关于 八语冲突 包括火箭弹 那么还有一些 武装地区的冲突 那么除此之外呢 黄金价格的影响 受到了一定的支撑 那么石油价格呢 未来也有可能 继续进一步上扬 如果是八语冲突 进一步升级 对中东的局势影响 必然是负面的 所以呢 对石油的价格 也产生了一定的支撑 除了这方面呢 我们看到今天开盘以来呢 澳洲股票市场呢 小幅震荡 但是中国的CN50一路高高 随着上周五 券商股开始拉盘 部分券商股涨停 那么在券商的热情带动下呢 中国的A50快速上涨 冲破了17600点 基本上完成了底部 构建底部结束之后呢 已经是冲破了17600 也就是前期近一个月 一个半月的时间的盘整区间带 都已经是出货了 所以呢对于中概股 也是产生了部分的利好 那么大家呢 如果是CN50 没有赶上 或者是没有做定投 那么欢迎大家 在关注晚上美国开市之后的 中概股的表现 包括百度 拼多多 哔哩哔哩 阿里巴巴等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相信呢 在最近几个星期 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因为一旦股票出现 放量上涨 对中长期的投资者来讲 都是进场的 非常不错的时机 那么澳洲方面呢 我们最近澳洲官员 频繁对中国进行表态 相比过去强硬的态度 在近期呢 很多包括贸易部长 Den也讲话提到了 中国对于澳洲的贸易角色 非常重要 那么也希望呢 重启中澳双方的贸易谈判 对未来 我们看到现在是铁矿石 价格居高不下 所以说呢 对中国方面 进口铁矿石有一定的压力 而澳洲政府呢 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铁矿石价格在近期 对澳洲的贸易谈判 会有一定的有利支撑 但是对长期来讲 一旦中国政府开始 大量鼓励企业进行 废钢的重新回炉提炼 那么对于铁矿石的需求 开始逐渐下降 因为对于八大国家来讲 大部分的铁矿石进口 都已经被升钢 或者是废钢重新回炉提炼 取代了 那么周末还有一则消息呢 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数字货币 比特币在周一的价格呢 跌到了四万五千美金 那么从此前高 六万多 基本上下跌了两万美金 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比特币 苏有以太大神的微神呢 捐出了部分的 此前涨幅比较高的 SHIB 那么这个币呢 微神捐出之后呢 造成了市场上 大量抛盘出现 然后微神呢 也把这些数字货币呢 捐赠给了一些基金 一些慈善组织 而这些慈善组织 在拿到数字货币之后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全部抛出 然后捐赠给 印度进行医疗救助 而在短期内啊 短短的一天时间里面 大量抛售呢 就引发了恐慌性抛盘 数字货币的价格呢 快速下跌 部分数字货币的价格 暴跌70%以上 那么此前一天涨30%到40%的SHIB 那么这些呢 已经是下跌了超过50% 而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 数字货币的价格呢 也是快速下跌 那么另一方面呢 特斯拉的老大 也是表态啊 说是比特币挖矿污染环境啊 所以说呢 未来将不再接受 特币购买特斯拉的这样的活动 所以说呢 对于整个数字货币市场呢 在周末的时间 基本上是遭到了血洗 那么在本周呢 相信大家是依旧关注 对于美联储 或者是澳联储 在数字货币 或者是在货币政策上面的表态 那么对于大家手里 持有的一些 快速波动的金融产品 以数字货币为主 黄金为主 在这样的产品呢 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星期之内 我相信呢 会有更大的波动 所以说在最近两周三周的时间呢 如果大家对于金融市场的交易 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和我们同事 取得沟通和联系 那么联系方式呢 就在屏幕的下方 有我们的微信和邮件 随时欢迎大家和我们沟通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